在这个位置上给罗开 是二十大的一个正常的人事安排 还是他想透过挪威成全国 发出某些新疆政策变化的信号 是北京拿成全国的人权杀手 当一个新疆问题的替罪羊 还是他想通过这个方式向美国示弱 再有有人说 说是习近平准备提拔成全国进常委 奖赏他铁腕之江 军工系出身的马兴瑞 这个时候被破格提拔到新疆 那么北京的下一步新疆政策究竟怎么办 这是我们今天要给观众讨论的问题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请到的两位嘉宾 那么第一位来自日本的江森泽先生 他是独立食品人 是森泽森堂的主讲人 江先生好 你好 另外一位马聚先生 也是独立食品人 来自纽约 马上新闻的主讲人 马先生好 陈小平博士好 江先生好 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感谢两位嘉宾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了 今天开始讨论 第一个问题呢 我给我们的马先生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就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关于成全国这个挪位的这个呢 对成全国来说 究竟因为是他的好消息 还是他的坏消息 这个需要从两个层面来看 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呢 对于成全国来讲 那么很多人都盛传呢 他可能会要进二十大的常委 实际上呢 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二十大的常委 往往能够进局的人都是在任的 比如说在任的广东省委书记 在任的上海市委书记 在任的北京市委书记 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人物呢 才有可能 一个真正的分香大力 在二十大召开 还有接近十个月 或者十个月多的日子里 突然之间呢 从这样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做成了重要贡献的岗位上下台 那么而把他要未来再去着身 放在另外一个 以另有任用 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所表述的话 来放在另外一个闲职 或者是一个 我们找不到目前一个 多么重要的位置上 让他去等待去接任 这种事情呢 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一个 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在中共的这个提拔人和提拔干部的这种方式当中 对于政治局委员的这个级别的人士 是不会采取这样措施的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前数任的新疆的党委书记 那么都是呢 没有进入到常委序列 这个呢 特别是以在新疆当了20年的新疆王的王乐泉 为最终的一个代表 恐怕他未来呢 不会有什么着身的可能性 如果有着身的可能性的话 那么也可能呢 会是一个中共要向全世界开私 要将这样的一个被全世界认证为的一个 这个规则手 一个屠夫 把他呢 作为国家的正国级的领导人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是看到有人说 就是说如果把陈全国放到常委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等于是 你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中国以后怎么样的去给西方去交往 所以说有些有的分析家认为呢 就是说在出于这样一个考虑 也不会把陈全国放在常委的位置上 没想到马先生也有这种感觉 那么这个我是听到就是说 陈全国入常的一些政治前景的一些展望 那么会不会是陈全国的坏消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新疆问题上呢 陈全国是习近平的打手 扮演的是一个酷吏的角色 那么大家鉴于中国历史上所有酷吏的下场 包括现在北京的几个酷吏 从周永康到傅正华 有人认为陈全国也不会有好下场 这个马先生怎么看 我认为呢 陈全国哪怕干出了这样的一个 真的是21世纪人力耻辱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作为主要的一个打手 当然决定权并不是他来决定的 当然他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执行者 那么我认为呢 在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 特别是在新疆和西藏的历任的党委书记 虽然说呢犯了某种意义上的一些错误 或者是某种意义上所谓的闯祸 但是呢他们到最后呢 都会呢安安稳稳的落地 这是呢中共的一个政治考虑 同时呢他也是他的一盘棋和全盘考虑 因为对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当中 中国的政治层面当中 他们是走在前方的开疆破土的 这样的人士 特别是陈全国 那么中共的多次的肯定了 他在新疆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所谓的这种反人类的成就 也是中共的一种成就 但是如果说是对于王乐泉 他会不会有好下场呢 那么就要看啊 习近平啊 是否还可以 是王乐泉 不是王乐泉 就是这个 陈全国啊 因为这个们都 几十年来 这些人真的是 花质集在那个 那块土地上啊 那么 他们到最后呢 实际上落脚呢 都不会太差 那么 不会着身 但是也不会差 因为如果 对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实际上是在否定习近平的铁腕治国 铁腕治疆的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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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啊 是有问题的 不可能否定自己 党永远是不能有问题的 特别党的书记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这是中共的政治逻辑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呢 也不会对陈全国怎么样啊 这是有意思的解读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话题转给江先生啊 在我在介绍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讲了 美国关于禁止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啊 这么法案呢 被拜登总统签署成了法律啊 应该是12月23号 那么25号呢 陈全国就走人了啊 那么您有一个观点认为啊 这个是啊 中国鉴于美国的这个法力的 强大的这样一种约束力啊 是否真的啊 因此呢 把有点把这个北京的习近平给瞎跪了 所以说您怎么会会有这样一种啊 北京瞎跪了的这种感觉 嗯 对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可以从北京的 我们从以前的 或者说现在的这个 它的表现来看了 我们看这一次美国出了这个法案之后呢 北京的叫做什么的 什么企业这个 一个叫做什么的 企业联合部 什么棉花联合部之类 都在那向美国提抗议 而且呢 现在这个中国的 为什么它这次会反应这么大 因为它棉花啊 像新疆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基本的产品 像中国 它是一个清房为 就是清房是占了很大的比重的出口 一旦棉花 就是用新疆棉的这个产品 它都不能用的话 那么对于它整个的 不是广是新疆的问题了 就整个中国这个出口的 这个像这个 纺织业都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说这是他们 事先啊 他没有想到 因为北京 它以前总是把这个美国想的 应该说它比较很乐观 认为美国玩这个人权啊 像这次新疆啊 就是顶多那么 把什么成全国之类给它制裁一下 那完了以后就是说 都是一些象征性的 这次它玩真的 真是应该说出货他们意料之外 所以他们就感觉到这个是 真的成了法律之后 他们才有点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了 所以他们就要做一些挽救 这个挽救怎么办呢 就是首先呢 他要对美国表示一个 就是我们在新疆问题上 不会再往前走了 那么有这么一个反应 就是说就要给 把这个成全国给抛出来 那么就让美国不要 在新疆问题上再来一个 什么新法 如果他要觉得 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表态 那美国说不定新疆 他又出个什么新的法律 或者是更严格的东西来制裁 所以他们这个呢 首先就是为了要表示 就是我们新疆问题 至少是到此为止 不往前走了 把成全国给拉下来 让美国觉得他们在新疆问题上 他会有所后退 所以这是一个表示 那将来他在新疆具体的 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觉得这还是 我们还要观察 但首先呢 他就是这个就是说 等于是叫止损嘛 就是我先把这个抛出去 让美国不要再来 就是进一步的东西 新的打的 新的这个制裁 他不要再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表示 那挺有意思的解读啊 内政行为 转变为一个外交信号 那其实呢是给美国发出去的 非常有意思 那么我还想问问这个江先生啊 刚才问了马先生两位 我给你两个问题啊 北京呢在成全国 这个挪位子这个问题上呢 显然是比较重视的啊 这个海外的推特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大外宣云集啊 特务云集啊 高手也云集 两位都在推上啊 那么在这个全全国呢 25号离开新疆党委书记位置之前啊 推特上啊 有一位大哥啊 名字叫义富贤先生 他就准确的给大家 再做一个预告啊 据说新疆换将 明天宣布推陈处心 一马担心 次将政策将如何变化 那么第二天我们都知道 这个消息啊还真准 所以说你怎么看啊 这种放风啊 舆论测试呢 嗯对这个很有意思 这样你说的 刚才这个推特上 他放这个风啊 就是表示说 他们其实北京 就是说事先已经有考虑了 那么在今年10月份呢 新疆它有一个换界 当时候这个 这个成全国它是 当时候它是已经是 被这个 当选是连任的 在那个时候呢 可能北京还 觉得这个新疆 就是他们应该说 把成全国抛出去 已经成为一个 他们就是什么时候抛的问题吧 就是说觉得在新疆问题上呢 和美国继续搞下去呢 他们下一步棋呢 就是作为 把成全国抛出去 作为一步棋 但是这个棋什么时候出来 他们就觉得要看看 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不能就是说 等于说你不能随便 把它给抛出去 就是说需要的时候 在抛 抛在 是在往外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到了这个美国 这次新疆 其实他这个 拜登签署法案 虽然是23号 但事先呢 其实已经通过了 就是美国这个 众议院参议院 这个法案都通过了 就是拜登什么时候 签署的问题 那拜登签署 那肯定是铁板上钉钉的 不可能他 他把这个法案 否决掉 不可能 所以这个事情 他们早就 这个北京应该早就知道 这个拜登要签署这个法案 那么他们等着 拜登签署法案之后 马上把成全国抛出去 就给美国一个感觉 就什么呢 好像北京要有这个 让步的这么一个动作 你看你们美国法案一出来 我们把成全国就撤了 是吧 但是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就是说 因为其实这个法案 要什么时候通过 大家事先也都知道 不是说突然 这个法案 不是突然出来的 那是已经 国会通过已经很长时间了 只是说最后 拜登来签署一下 所以他们早就准备好 抛这个事情了 就是说 所以就像你说的 刚才他们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大外宣 在这个推特上 先把这个风险放出去 给大家就是表示 我们下面就要有动作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作为一种 他们让大家觉得这个大外宣 你们就是说 让我们觉得这个大外宣 是有料的 不要觉得那些大外宣 都是胡说八道 你看 这个 这时候你看 我们先放这个 一些学者 一些学者 至少是让他们觉得 这个学者 他们放的这些话 不是随便说的 就是让我们也都感到 以后要看这个推特上 他们北京这些所谓学者 包括这个意义 他们等于是给他一个 就是说什么的 给他一个好像是 他有料的这么一个资格 以后我们要看他的 就是他说的话 我们是要考虑一下 我觉得也有这么一个动机 就是让大家 就是他们要通过这个 以后估计还会通过 这个推特来爆 就是推特来爆料 这个推特爆料呢 它就是让我们觉得 他们推特确实 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 他们推特真有料 所以这个事情 就让我们感到 确实他们有些人的推特 确实有料 就是感觉 好了 那个刚才江先生 解读的是一个内政行为 从外交意义上的解读 那么再加上 北京透过一些学者 或者是北京的拐而摸角的 通过一些人 再转告这些学者 去来爆这个料 这个行为呢 说什么东西呢 究竟说明这个 陈全国的这个离任这个问题呢 是内政问题呢 还是外交问题 他对新疆这个政策 我们都知道 陈全国的名字 跟新疆政策 是紧密的困满在一起的 所以人们都问了 陈全国这个离任 究竟跟新疆政策 有什么关系 我们想听听 马先生的意见 陈全国的这个 当然就是说 刚才就说 江先生解读呢 就说这是一个 准备好了的一件事情 的确啊 这个陈全国的下谈呢 也是准备好的 但是早就有安排的 也不是说是专门为了这个 在我个人看来啊 也不是专门为了这个解读 所谓的啊 这个强迫劳动法案的 推出之后呢 来做一个示弱 中共特别是习近平时期呢 示弱是他的一个大忌 啊 他的所有的政治方面 外交方面 明显的这种示弱 是不可能的 当然实质的示弱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地方 他对以后 都是无法收场之后 早早了事的啊 但是这种外交上 自己打脸的事情 习近平是不会做的 那么我们是如何 能够看得出来 他早有计划呢 就在新疆的这个 数位的政治 数位的这个 自治区的常委里边呢 已经换了三位大员 而这三位大员呢 都是陈全国啊 时期的主要的 得力的干将 那么换上去的这些人呢 大多呢 都有南方 或者是这个 沿海地区的工作经验 而与马兴瑞呢 也多多少少呢 都是有一些瓜葛的 一些人物 那么这种安排呢 实际上是就在 在半年以前呢 就已经确定了马兴瑞 那么同时呢 这还有一个重要点呢 就在于马兴瑞的年龄啊 那么马兴瑞这个特点呢 有个年龄啊 他呢 这个如果 二十大不进入到政治局里 那么他的政治生命呢 就无法再继续延续下去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政审级干部啊 他现在呢 已经到二十大的时候 他已经六十三岁了 那么这六十三岁的政审级干部 一般情况推去二线呢 是一种常态 所以这也是对马兴瑞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着身 还有一个中共的考量 在于马兴瑞的背景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籍贯 他是来自于山东 我们大家要知道的话 如果你熟悉新疆的这个地方的 这个大小官僚的话 你会发现呢 在山东邦 在新疆呢 是绝对的老大中的老大 那么其他的湖南邦啊 也好 或者是那个时期五十年代以王震 包括后期的江西的这个王恩茂 等等这些人物的话 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力量呢 实际上已经在不断的在退缩当中 从九四年的王乐泉进入到新疆 担任了最近二十年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自治区的这个书记的 这个职位的这个时间段来讲的话 他所在那里所奠定下来的 这个山东邦的这个基础是不得了的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新疆人啊 讲山东人在新疆有多厉害 说我们马路边的道牙子的水泥啊 克制的没有什么高级加工的 也不需要什么 都是从山东拉来 也就是说呢 整个这个山东邦在新疆的这个势力 非常之广泛啊 高层的中层的低层的都是如此 那么马兴瑞的有山东的背景 也利于他在那里的继续去开展工作 那么是否是很多人解读呢 那么马兴瑞的这样的一个到来 是否会在政策上有所改变呢 我持保留态度啊 我对马兴瑞在政策上啊 会有什么样的实质的改变 可能表面的改变会有 但实质性的东西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啊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 谢谢我们这个马俊先生啊 对新疆的山东邦的问题的解读啊 王乐泉 一直到马兴瑞 跟山东邦都有关系 这是我才听到的 那么刚才马俊先生也提到 就是这样一个安排 是为了这个马先生的仕途的一种安排 跟二十大有关系啊 那么安排这么一个人来新疆啊 有的人说他有军工系统的这个背景啊 甚至认为马兴瑞啊 这个官员不是他都被美国制裁了吗 如果表示我们还要就要继续成全国的那个方针的话 那他如果选一个现在被美国制 他就是被美国制裁的官员 过去呢 他的这个不是很熟悉啊 这就是大家 他的政策到底是这个人是左是右呢 应该说他没有什么很突出的这个作为 就是特别怎么样嘛 所以呢 我觉得选他来说 就是他这个人没有一个突出的作为 就是从中央来说呢 比较好控制 因为这个人他不是那种 就是说有些人呢 官僚啊 他是喜欢自己去 就是说 喜欢自行其事啊 中央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指示 我就主动去干了 这个时候呢 也往往会给他们添乱 就这样的人呢 会给他们添乱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说 就是所谓叫做比较 就是说他就是不推不动 我去那儿 我基本上保持什么都不变 所以这样的人他们也不喜欢 所以这个人呢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比较觉得 就是一个是比较听话 能够按照北京的指示呢 他去做 另外一个呢 他呢 相对而言 就是说 能够对这个整个的 这个新疆呢 会有一些这个 就是说 至少他在这个表 至少在表面上 他要把这个政策改一改 要向西方传递一个消息 就是北京在新疆问题上 他们会有缓和 他们会做出一些让步 让美国 西方在新疆问题上 比较收手一点 不要再继续往下走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像他这样一个人选 应该说 从北京来说算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军工系嘛 他过去也没有干过什么 好比是镇压什么的 民运啊什么的 他在军工系统对这些 就是处理这个 人权问题 应该他涉及的比较少 所以对于手上比较干净 所以他不是那个 有沾了好 像手上沾了很多血的那种官员 所以说相对而言 对于他来说 去了以后 就是比较容易被这个西方 接受是这么一个人 也不是说比西方 就是西方看上去 感觉会比较好 不会觉得这个人 是他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来了又要把新疆 怎么样搞一搞 是吧 所以他整个的来 整个的就是他向西方 一方面是他对于他本人 希望这个叫做马兴瑞 把新疆能够有所这个起 至少在新疆方面 至少让人感到 或者让西方感到 好像我们有变化 我觉得他这个 现在他这个期待是比较大的 但是到底他能不能做到 就是说马兴瑞 或者是到底中央 给他多大的权限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呢 我主要对西方这个 就是表态性的东西 我觉得是相当大的 就是说他不单是 为了新疆问题 也是做给西方看的 我是这么看 所以说这个马兴瑞上台 这个江先生认为 跟这个夏桂 或者叫斯洛有关联性 那么我注意到啊 这个马兴瑞呢 不仅我注意到 所有媒体都注意到 就是说马兴瑞到任 那么到底给新疆的 这个政策呢 之间啊 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大家都关注 关注的时候呢 就注意到马兴瑞呢 在这个干部交替会上的 一个讲话 因为陈建国要走嘛 马兴瑞要来 那么陈建国有个讲话 马兴瑞有一个讲话 那么在这样一个讲话之中呢 马兴瑞啊 是这样说的啊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啊 党的自将方略啊 坚持把社会稳定和长久治安 作为新疆工作总目标 坚定不移 促进新疆社会大局 持续稳定 长期稳定 这句话是更关键 绝不让来之不易的稳定形势 发生逆转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大家看死了马兴瑞 也会是一个鹰派 在这个问题上 马先生你怎么看 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态 那么这也是 实际上马兴瑞呢 似乎是在表中心啊 但是对于海外的一些观察者 包括在华盛顿的一些 中国问题的研究学者 和对新疆问题的研究学者呢 我们沟通之后 得出来的共同解论是呢 马兴瑞呢 从侧面呢 再一次的证实了 这是习近平的新疆政策的 这个必须的坚决贯彻和执行 也就是新疆所有的事情呢 是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之下 而同时呢 也是再次肯定了陈全国 至于马兴瑞 为什么刚才江先生 说到马兴瑞的这个 这个这个 因为跟西方示弱的这一段 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因素 在其间啊 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呢 就会看到 在第一次的拜登上台之后呢 拉斯加的这个会议当中 虽然说是主轴呢 被当时的这个 杨洁篪呢 所占据啊 所有的关注点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如果仔细地去观看 后来国务院和白宫的一些信息当中呢 都重点地谈到了 关于新疆人权 以及新疆的 这个成全国啊 等等有在列期间 那么后来呢 美国的副国务卿谢尔曼 在天津与王毅的会谈当中呢 实际上也有重要的 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都是呢 北京方面呢 有所准备缓和 因为看到呢 新疆已经是一个死局 陈全国继续做下去呢 无异于呢 死局死劫呢 会劫得更紧啊 绑得更牢 无法解开 因此呢 他们呢 也愿意呢 就此呢 这个时间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马新锐能不能解决呢 在我个人看来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那块土地上 这个问题恐惧和恐怖啊 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遗留在和烙印在那块大地上 马新锐到新疆 现在我们看到呢 主要谈的是什么 谈的是经济 就像我们看到他到了之后 除了在这个讲话之外呢 立马去观看的很多这个 视察的很多场所呢 都是经济类有关的啊 什么大八渣啊 什么这个啊 等等乱七八糟 这一系列的这些 都是和经济有关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也是江先生 这个前面已经提到的 那就是新疆的这个制裁啊 劳动 这个强迫劳动的制裁 以及一系列的 其他方面的制裁 已经对于新疆最主要的 中共的统治机关 不是新疆党委 最深入的统治机关 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这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有上百万的这个员工 而这些实际上 所谓的员工 实际上是种军事部门 也就是民兵组织 或者是关键时刻 可以在边 立马可以打仗 他们是所谓的 在那块土地上 殖民者的先驱 或者是殖民者的主要的部门 而这个部门 过去的经费呢 除了早期有中央政府 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由中央政府所帮助 拨复以后 那么到了 特别到了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呢 主要呢 都是自力更生 自我用盈 像新疆天液 种西红柿的 包括新疆的棉花 新疆的太阳呢 等等 这全部的这些企业 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这些企业 现在已经遭到制裁之后 整个新疆的 这上百万的 这些再列的 这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这些人物呢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 自我盈余的继续 把新疆生产 他有一分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马新瑞需要呢 去解决这些问题 他能解决得了吗 这是一个 我们有待观察 但是我个人可以讲 他解决不了 因为这不是一个 刚才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死局 死局 好啊 这个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我们马先生啊 有不少奉献 刚才他讲到 这个制裁具体的是 打中的是哪个部门 他说打的是上百万人 规模建制的 新疆建设兵团 正是这样一个压力 马先生的故事就讲全了 北京希望跟华盛东之间 有一些缓和 在半年以前 就有一个让 陈全国出局的 这么一个安排 那么最终呢 美国的这个法案来了 这个之间呢 有某一些的关联性 所以说这个 马先生 我再问你 你用几句话来说 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制裁 还真的有用 是非常有用 很多人呢 只是不明就里 以为一点棉花呢 又能怎么样 实质上 这是一个整个那个区域的 大量的这种 总中式部门 实际上也就是 总在边人物 这个生存问题 在新疆要稳 他们很早以前就有一句话 要稳住的是 新疆生产建制兵团 这样一个牢牢的 打在和钉死在 那块土地上的 中国的中共殖民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蝎子和钉子 这是他们的核心的关键 而现在这个企业 新疆大量的维稳资金 都来源于这个企业的自立 自给自足 那么现在呢 他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同时呢 还有一点就是棉花方面 打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疆棉 而是中国的整个的纺织业 而纺织业是什么呢 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而劳动密集型企业 关乎的是民生和 基本的就业的最基础的东西 这个产业不简单是几万人 几十万人的事情 好 谢谢我们的马俊先生 谢谢我们的江先生 今天那个美国之音的 十四大家谈呢 展示的关联是两位嘉宾的 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 十四大家谈 主持人陈小平 在这里呢 向两位嘉宾祝新年快乐 也祝我们的观众新年快乐 各位观众 大家好 这是美国之音 十四大家谈